我們當時是第一次把我們英國領事館官邸的展場 室內的部分我們收回來做自己的策展 當時也是為了迎接市運廣大的外地的朋友 包括外國朋友 同時那次也配合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這個地點 我們希望一改過去大家誤以為它是英國領事館 其實它是英國領事館的領事官邸 所以那一次呢 我記得是7月初 我們把這兩個活動結合在一起 那鄧中澳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把這樣子的展場收回來呢 我想當然一方面說它是一個古蹟 它在整個策展上要非常的小心 那其實這也是對車產單位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另外一部分呢 其實說我們會希望說 更重要的意義是說我們一直希望說這個地方 除了這麼好的風景 這麼有歷史價值的文化資產之外呢 我們希望說這個小小的展場呢 可以扮演了一個世界之窗 這個世界之窗呢 透過這裡讓我們的遊客讓我們高雄人呢 能夠看到這個世界上發生的 過去發生的歷史事件以及跟高雄的關係 那當時我們有許下這個宏願了 那所以說我們特別呢 很感謝當時英國文化協會能夠來幫我們做這個策展 那我想英國文化協會當時在臨時臨為壽命的狀況底下呢 又不能破壞古蹟 所以這個策展本身就已經非常的艱辛了 那可能那個時候想說那一次的幫忙啊就可以結束了 沒有想到呢這個過程當中呢事實上大受好評 那所以說在試運之後呢 我們又再次的麻煩 英國文化協會能夠在半年幻展的時候呢來幫我們的忙 那我們也特別謝謝英文化協會這一次呢 以及朱瑋老師呢能夠來幫我們這個忙 那我們一直在講說這裡 我們希望它是一個小小的世界之窗 這意思就是說透過這樣的策展呢能夠來瞭解說 在歷史全球的發展上 我們可以跟對方有什麼樣的對話 對方有什麼樣的經驗 可以讓我們值得借鏡 讓我們在旅遊的當中呢 也可以呢學習到許多的事物 那這一次我們選擇利物浦 那有完的機會我們選擇利物浦 來彰顯高雄在這個階段呢 我們其實覺得說文化創意產業可能是高雄未來必須走的路 我想利物浦它有非常多豐富的歷史的過程 那我想透過這樣子的音樂 我想可以讓這個地方特別有味道 對方也要好